今天,27日,难道是印度,巴基斯坦,同27三国空军的苦难日,同一天三国各摔了一架战机。 第一个,巴基斯坦一架尖叫7坠毁,今天,巴基斯坦一架尖叫7战机在训练时出现技术故障。 飞行员驾驶战机破架白沙瓦空军基地跑道时失败坠毁。 现场燃起熊熊大火,两名经营飞行员牺牲,分别是一位中校,一位中尉。 尖叫7战机是中国的尖7II,也可以说是米格21基础上研制出来的双座版高级教练机。 1992年,巴基紧尖了一批尖叫7P战机。 该战机,按照巴巴要求,改装了30毫米机泡和电子设备,还增加了外挂能力。 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,不过尖叫7战机是出了名的南飞。 起降和操控性能不良,尤其是起降时需要后座的飞行员使用线冒镜,来观察前方才能保证安全。 因此,巴铁飞行员飞机可能与战机本身的缺陷有关。 在2017年5月至7月份,把空军连着刷了三架尖叫7战机。 目前,中国已经退役了尖叫7。 第二个,印度一架苏30MKI坠毁。 今天,印度一架还被交付使用苏30MKI战机在设备时坠毁,两名飞行员挑战成功,而战机则摔成了渣。 而在22天前5日,印度刚摔毁了一架每周火攻击机,一名空军准将遇难,战机碎片还砸死一头牛。 目前,印度一架从俄罗斯,购买了272架苏30MKI战机。 相比较中国的苏30MKI战机,印度版苏30安装了牙翼和吞律使用发动机,技术参数要比中国的高一节。 不过,印度苏30MKI的实际表现比中国差远了,主要就在于俄罗斯把印度当小白鼠了。 自己都不敢用的实量发动机,却装备给了印度,拿来做了实验。 另外,还有大批的苏道30MKI战机有大名鼎鼎的寡妇制造者,印度斯塔航空公司组装。 本次坠毁的苏道30MKI战机就是台湾组装还未交付使用。 据悉,印度40MKI战机坠毁的1000架战机,其中大部分都是被组装或者维护过的。 第三个,土耳其一架教练机坠毁。 今天,土耳其一架教练机,在东南部阿德亚曼城坠毁。 飞行员牺牲,飞机具体型号暂时未披露。 今年土耳其空军坠机的节奏毫不含糊。 核验度有一拼,1月16日,一架CN-235运输机坠毁。 三人遇难,2月10日,一架T-129武装直升机坠毁。 两人遇难,2月12日,一架侦察无人机,被固尔德武装,用赞姆处18防空导弹击落。 2月16日,一架SF-260D教练机坠毁。 两人遇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